喂,Hailey 蛤? 你說下次爸爸煮食應該拍什麼好嗎?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吃什麼? 呃... 呃... 肌肉 你喜歡吃肌肉嗎? 是啊 你覺得爸爸會不會煮? 會 會嗎? 爸爸呢?你覺得呢? 好啊,煮肌肉 怎樣煮啊? 想著 想下 想下 OK 好,那我們先吃飯 OK OK Hello,大家好 我今天教大家煮的是 金不換沙爹炒青口 材料有 青口 不換 蒜頭 紅蔥頭 洋蔥 蝦米蔥 和沙爹醬 我們開了這包青口 剛剛 時間關係 我選了 只有六隻死了 其他這些都生的 看看有沒有鬆鬆 有鬆鬆就炆了 還有呢 其實它都很乾淨 就這樣沖一下 沖一下擦 用手擦一下 有刷就用刷擦一下 這裡呢 這麼大包 好像都有 它一KG 剛剛這裡 剛剛一KG 它是四磅一KG 那它 抵食真的很抵 四十元這麼多 在香港 我想一半份量 一包新鮮的 都要賣到八十元 七八十元 好 我們先處理了一些 金不換 那首先呢 那首先呢 就撕 不可以它的銅 那把它撕掉 那把它撕掉 那這裡呢 就大約買了七十匹 那正常價錢 因為這裡外國呢 就是 那些蒜頭 薑一定是 比香港貴的 但是呢 那些肉那些 就一定比香港便宜 好 到處理這邊的材料 那些蝦米 蝦米呢 就浸淋它 OK 浸淋 那些蝦米呢 就可以切洋 洋蔥先啦 都是去頭去尾 這個可以切回 一開四 這裡 一半就再一開四 那可以有些東西 嚼一下 就不要切到太碎 一開四 那蒜頭就 其實一半就夠了 因為沙爹醬 我們這次下沙爹醬 本身是有些材料的 夠香的了 這個先放進去 那就是剁碎 那好了 那些紅蔥頭呢 就切細片 剁碎 剁碎 現在剁碎 蒜頭 蒜蓉 剁碎 我煮了三個 也是用一把小刀來煮菜 OK 蔥 蔥就切蔥粒 因為我剁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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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他們會 會把蔥放進去 所以我剁碎 頭也會不要 切粒 這個就 OK 那些材料就搞定了 好 我們現在開火 讓它燒熱一點點 然後下了油 下油之後 就可以爆一下蝦米 洋蔥、蒜頭、紅蔥 然後就爆上沙爹醬 我們先下蝦米 炸香一點點 然後就可以下 紅蔥頭 洋蔥 蒜頭 我相信很多網友 都在想 為什麼你們可以 八月頭 已經來英國 因為我本身 我本身 做那份職業 已經去到蝦米 可能做多兩三年 都會被人炒魷魚 我本身 就是做娛樂記者 負責拍照 見到 行業 都好像沒什麼起色 因為我自己入行 做了二十年 沒什麼起色 不如 反正我到時被人炒魷魚 或是一間公司 又減工 不如來英國 試一下 闖一下 好 我們現在加一下沙爹醬 跟我老婆談過之後 大家都 不如這樣 不是辦法 減工 又怕被人炒 不如過來英國 試一下 可不可以找些工作 創一回事 如果 反正被人炒魷魚 我們都要重新開始的時候 不如有個機會去到外國 試一下好過 我們現在加一些青口 其實我自己未入 娛樂記者這個行業的時候 我自己就見過 去見公 找過一些餐廳 廚房做 那時候他就問我 喂 年輕人 我那時候18歲 最初是做影樓 年輕人 你 本身做什麼 大廚跟我說 我記得我去那間 是 Region 他跟我說 我做影相 做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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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為何走來做廚房 跟著我跟他說 我很喜歡煮東西 跟著他就說 這麼巧 我就很喜歡影相 那廚師就跟我說 你做影相 你不要走來做廚房 然後我心想 唉死了 最終呢 他就怕沒有請我 那我們現在就 炒一下它 之後 現在我要 打個芡 這裡就有些蠔油 豉油 糖 少許麻油 和胡椒粉 我們不要全部放進去 先試味 待會 不夠再加進去 其實如果這樣 平均地炒 它開口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先試味 嗯 很香的花生醬 因為我這次加這隻 是沙爹醬 很香 好 我們加一些 金不換 再加蔥 多拌幾下 這裡呢 剛才我也是加了一半份量 因為太多了 真的吃不完 好 關火 好 這個我今天煮的 沙爹金筆 換青口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和我的留言 還沒差 好 沒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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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